这个地方可以 嗯 闹钟取经 在能烟的旁边 对 你看人家的也是鸢尾花 鸢尾花 鸢尾花 咱要不提一句 咱上次就是咱自己院那个鸢尾花 一直以为买的是仓谱以后种仓谱 而且我看到有个佛宴包就以为是鸢尾花 实际上不是 后来竟然提醒了 查一下那就是鸢尾花 嗯 紫色的 就是植物学院这块说错了 这给人家道个歉 哎呦 这是一个称鼓 养个丸 这个就搁这样养吗 咋养 就是喷水养就行 喷水 能不能晒太阳 嗯 这个不用刻意的晒太阳 输阴下就行 输阴下 不用刻意的晒太阳 嗯嗯嗯 昌虎 嗯 嗯 看那个 嗯 要每天浇水吗 嗯 要是像这种情况下 你这地方比较潮水 你每天浇吧 基本上 就 浇水就是 拿喷壶喷喷喷 或者你把那个网片搁到水里边也行 嗯嗯嗯 今天呢 上那个 翠华山这块来 寻访一个 先锋 道骨 合法 童言的一位 女士先生 修行人也是 所以呢 在这儿一块喝喝茶 就当茶碟 嗯 当茶碟 大家一块 你这个 这个 你俩写作修行人都在这 对对 因为这个沟里比较阴 阳光少 所以有个阳光房 住在里头 坐在里头晒太阳 尤其是冬天 他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我去过一次 哦 对 我听他们说了 然后说今天说要来 我说我一定跟着过来 哈哈 因为之前那个 我在那个 沈壽池的那个 朋友圈看到过你 哦哦哦 这是那点 春熏的那种 对对对 嗯嗯 我老师现在女人那个 对 拿出去两个都丢了 拿不回了 嗯嗯嗯嗯嗯嗯就是那个 时代的那个 那人呀真是 就在那个时代的那 爆发了一样的 西方有有 还有那个苏格拉底之类的 咱这有孔子 又有老子 又有那边 又有西加木鱼 几乎都同时代那一伙 对啊对啊嗯嗯嗯嗯嗯嗯 凤香公那住了个院 他那个院也挺好 去过一次河 然后他是搞盆景 做盆景 做盆景 那个盆景做的可漂亮呢 哈哈哈哈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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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跟你就不能比了 我们修不上 只能说是一个 像萨特说 我们就说同路人 就是那种感觉 其实这种田园生活本身就很好 就住在山里头 本身就很好 就是不修子 心也很静 你自己现在种点东西没有 还没种呢 土豆种点也挺好 我这不行 我这辛辛苦苦种的新红柿 一年才能接一两个 它不好好接 阳光少 在我概念当中 特别喜欢彭景 但是彭景可不好养了 特别不好养 多了也不行 你看着人家那儿 就包括养花 买来的时候看着好好的 自己越养越小 慢慢就死了 自己就养不活 其实也没啥 就是你对这个花的 本身这个植物的种类 有了解 对它这个纬度高度生长的习性 有了解就好养一些 全是青苔 后来有一年 我的手机上有一个照片 就是有一年 那朋友 他是卖茶叶的 然后人家公司内部要举行什么 茶席设计大赛 就是你怎么样摆茶席 他就跑到我这儿来摆个茶席 还让我给他当模特 摆个茶席 结果他还居然获奖了 你看 就这张 这张他还获奖了 获了个二等奖 啥 茶席 可以 就是 因为茶席大赛 他们别人的作品都是 找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房子 然后古色古香的家具 然后再摆上古色古香的茶席 然后他就是在自然环境里面 摆了一个很简单的茶席 地上铺了一块蜡染布 最后他这个还获奖了 要是这上面再来一条 一到溪流下来就好了 上面那棵树底下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去世了 我把它埋在那了 古灰埋在那 他生前的愿望还是说 他想树葬 然后跟大自然融为一体 想树葬 刚好我就找了棵树底下把它葬 对 可以 正对着南武台 然后在南武台的北边 没进山在山外面 在环山公路北边一个村子 那做了一个画家 我经常爱到他那玩 你说可能黄埔那块吧 对对对 黄埔那个韩剑冈他们怎么 就是他那 就是他那 我经常爱到韩剑冈那玩 因为他那带了一帮子孩子 给孩子教画画 那些孩子可可爱呢 因为他那一帮子孩子里头 有三个孩子实际上是属于特殊儿童 就是有脑瘫呀 还有一个孩子是哑 那个聋了 耳朵聋了 听不见了 但是那些孩子 哑 那个表现出来的艺术天分 让人吃惊 那种天然的 主要是没有太多的 对让人吃惊 实际上现在就是 包括现在学艺术 学什么 学这琴哪玩哪齐的 一大堆东西 学越学 那个人啊 那个单纯的心 反倒是没了 我真的发出心心 你认识韩剑冈 我认识 但是没有过更多的交往 那他们的村子里面 好几个我都比较熟 他那个村子里都住了好多 那个像搞艺术的呀 或者是搞什么 什么儿童 什么传统文化教育的呀 住了好几个呢 他那村子也挺热闹的 但是我还是喜欢山里头 我也是喜欢山 但他那个是个园 是 他那是个园 他那房子后面也是挺高高的一个园 因为他在往西走一点就是长津宫 长津宫就在那园上 过去长津宫逛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吃惊 当时所谓蒋介石行宫嘛 嗯嗯嗯 你只要从空中往下看 你看不见有任何建筑啊 房子的就是几棵树 一个园 但是实际上他那个 他都藏在那个 挖进去一块儿的地方 都那样子 嗯嗯嗯嗯嗯嗯 胡宗南过去也在那开办过那个军校 嗯嗯嗯嗯嗯 所以他叫黄埔村门 这原来就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分校在那 然后那个谁也 应该过去柳青也在那 柳青也在那 柳青也在那 哈哈哈哈 好像最近要出个柳青的什么 专题片之类的 嗯 现在我对这个都不感兴趣 哈哈哈哈 那陕西作家里边 你大概喜欢哪一个呢 或者是能够跟你能够 呃 陕西作家里头 嗯 还真 我觉得就是那个 写那个青木川那个 嗯嗯 那个应该是个北京人 知青下乡的 嗯 但是他在陕西这块儿 现在那啥 对啊 我觉得我对他写的东西挺感兴趣的 嗯嗯嗯嗯 我觉得还写得挺好 然后呢 甲平瓦写的东西吧 嗯 嗯 不是特别喜欢 明白 嗯嗯 这是我说呢 咱俩也在聊着玩呢 那时候看甲平瓦的书 我老有种感觉 他写得特别 吐的吐的 吐得到了那种 就是你做呢 随便哗可以吐一吐 吐的那种感觉 老是擦不进的那种感觉 嗯 老有点这种感觉 嗯嗯嗯嗯 不像沈重文那种乡吐 看起来还 有点美的那种感觉 一般反正也不能说 他写得不好 对 而且他那种文字上吧 经常是 就是 相似 靠着那种文言 加着白话的那种感觉 嗯嗯 我倒觉得 有时候 反倒是 从文字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 不顺 嗯嗯嗯 然后高建群 虽然我跟他的关系挺好的 但是 但是他写的最后一个匈奴 我简直读不进去 嗯 读不上去 我知道 但是我那书我没看过 我看了一点 就实在读不下去了 我就再没往后看了 昌浦 它也是一种中药好型号 对 它全猪都入药 嗯 放到屋子里行不 可以 昌浦过去 咱们从送以后就叫做文仁草 文仁草 就是文仁啊 文仁啊 喜欢 咱就说的文仁有点 有点喜欢酸溜溜的 我有养个一个小植物 割到跟我 跟我挺亲近的东西 但是又 特别贵的东西 或者特别不好养的东西 它又伺候不了 诶 这个东西它割到哪 就它的案头 我写字的 或者它 工作的那个案头 放一棵这样的草 所以 一直把它俗称叫文仁草 就这样 过去像米符 有可能 我记得有副画上米符 就画过这样的东西 嗯 米符实际上不是画画 但它画过这样的东西 你看看你这环境 来看看你 然后我们 反正这会儿 我们也就走了 嗯嗯嗯嗯嗯 行行 有空到那玩去 哦 把你的情吗 什么背上 也可以谈谈呀 啥时候有了 有朋友开顺车了 自己没腿就不方便 有朋友开顺车了 就可以到你那儿去玩去 你们开车过来的哈 对 嗯行 它这个里面是羊棒的 它这儿 它这儿 它这儿原来有这个树 它是砍的 砍了以后就砍了 那老在地方也就是树